裁判员范文涛 运动员阿布拉江 汪洋 TV1号台裁判员孙树静 记录裁判员高妮妮张兴露 运动员朱龙 刘创 现在比赛开始 朱龙你好 刘创你好 双方选手争夺开局选择权 预备 321开始 朱龙获得开局手的拳 朱龙获得开局后 朱龙获得开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曲子东汉末年 孙策 小霸王 一杆长枪 天下无敌 这个咱俩还稍微有点想的不一样 我以为是周通的 那个周通是水浒 小霸王周通 是 流床 前面加一个小流床 因为在辽宁这边还有个大流床 对了 为了区分开来 以前也是前职业斯诺哥的国手 没错 咱们老师戏称 曾经站到过英国克鲁斯堡剧院里面的男人 是的 而且在比赛里边 世锦赛里边也是碰过萨利文 打得当时也非常好 流床也是在今年实现了自己在中式台球界的突破 获得了我们双崖山战的冠军 是的 首冠啊 首冠 流床倒是最近很辛苦 刚刚从美国打完比赛 他呢在美国的国际公开赛当中呢 是获得了第四名 马不停蹄 从美国回到国内参加这个比赛 对的 现在本场比赛对于他来讲 有两个要突破的一个困难 第一个是刚刚换了新球杆 能不能尽快地适用 能看得到啊 风目的 第二个就是时差问题 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时差 又回到了国内 再回来 进白球不需要往后退啊 刚好留角度向下 自然推进的 把我左门中带 都闯上呢 也是我们能看到 以前是一只四分之三的白蜡木球 是的 有纹路的 现在换了一只毒枝的 蜂木球杆 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 小豆干蜂木 小豆干蜂木 嗯 一只有长胜 比分一比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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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流场开球 冲球有球近带 而且上手比较好选单色球 一号球虽然是难点 但是五号球这边 有机会可以嫌弃 比较近的可以来调整 对 尤其打左边中带 有机会从上往下去带一干 再来看看 如果他选花色球 那就是下方的一个九号球的难点 所以说来看看怎么选 毕竟这篇球炸完之后 然后花球也还可以 而且剩下的球也不多了 上来调最难的九号 这个是非常清晰的 对 那就一干这个难度了 先做十五吧 如果说 就是不好控力 做十五 好控力有把握就做十四号 就从下往上 按这种半台的次序打 这三个球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 由下由低到高十四十号十五号球 看这个 风目感感觉好啊 舒服舒服 舒服是吧 我知道你特别喜欢 我的最爱啊 是吧 现在你用的是吧 是啊 倒下 倒下那个 四分之三那是毒支的 毒支 毒支是吧 带一盒 带个盒 那没时间打了 没时间打是吧 对 平时 对 你这个是 直播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没有时间打 偶尔拿着去 就感觉啊 身心愉悦 毕竟喜欢吧 反正咱们作为这个资深的 或者说 这叫怎么说 资深的发烧友 嗯 球打得好不好坏 那是另外 技才必须跟得上 另外一个层面 这行头 必须得专业 没毛病 这病得治啊 不是 没毛 必须得跟得上 我特别支持你 知道吧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组的足球队 嗯 甭管球踢的多 真的 当时到 那鞋啊 不吸鞋啊 对吧 每次来了之后 服装 看看我这刺客 看看我这杀手 我说有没有屠夫 很有意思啊 球迷之间就爱聊这些东西 对吧 没问题 没毛病 还护退板什么的 必须专业 看这杆中带啊 看加持 要低杆发力 从下边往上去 坦库边啊 这个准度 再走 好球啊 嗯 其实我知道你还有一层含义 就是好杆啊 看着是不是啊 特舒服 主要是杆的问题 主要杆的问题 欲善其事嘛 必利其器嘛 是的 关羽为什么厉害 有好车呀 吃兔马啊 好刀啊 好铁锯啊 嗯 没这两件 八百多斤的大刀 八十多斤 八百多斤 那是李源爸那个 就辽串了 串台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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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第三局 猪龙开球 一上来流传这边的好状态 手感是热的发烫 没给猪龙好机会 这盘猪龙自己开球有球进 看自己的开球局能不能保住 猪龙很久没上TV台了 应该我印象里首秀 这次比赛里面 而且石家庄的比赛 也没上TV台 可能石家庄比赛打得不好吧 前面的走得不是特别远 双衣衫我印象里是有的 他这马甲的颜色还真挺正的 对 一个他的马甲颜色 一个王小倩 那俩颜色我都特喜欢 王小倩那个稍微有点暗红色 暗红 对 你弄一样 想 平时直播时候穿 怕别人说我太嘚瑟 没事喜欢就行吧 对吧 最起码跟你最近那个 发型也比较大 对 我又定了俩发型 莫哈莫德是吧 我又定了俩 我都准备惊吓您一下 可以 我觉得现在是全民娱乐时代 大家变会一种方式 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小霸王 是一打完之后呢 白球要往上 然后两边中带 作为一个后面叫八号球的位置 看这个方向 这个 黄衣位置还是稍微有点暗眼 那么可以用十五号最后叫 现在直接先调十号球 尽量叫成一点点向上 然后打十五一推就好了 往上轻轻一推 左边中带再一推 两个简单打法 但是猪龙肯定是非常谨慎的 可以理解 他们这种段位的球员 是不允许自己 护打的 对 对 犯太大的错误 第三局 猪龙胜 比分一比二 开球清台 第四局 流闯开球 中带又一颗 中带又一颗 这盘单色球 炸的还算是不错 如果上手 现在有把握 把这个二号 七号这边 打一下二号 然后将七号向屏幕左边 轻轻带一下 如果打五呢 就推上去 到时候有机会 可以先叫三 也就是先去解决 上边的弹度红三 还是下边的这两个 先接二七 十秒 红三 本场比赛也是 本次分战赛 第三阶段 最后一轮次比赛 没错 赢球的一方 将进入到第四阶段 输球的一方 将被淘汰了 本时段比赛 结束之后 在今天晚间的 8点30分 将进行 第四阶段的抽签仪式 明天上午9点 单败比赛开始 对的 对的 这干球 如果是做二号球的话 力量稍稍有一些重 如果说小力 担心顶到七号球 回到库边的话 可以稍稍带一些力 看这个空力就好了 有把握就小力 没把握就带一些力 走这个大范围是安全的 如果打得过于小气的话 就是说长线的 打七从这个九跟十五这边过来 容易叫过 走一个大范围是安全的 看着自己选拨 对 横向看你的这个力量 有还是没有 就担心的就是这事 对 用大物小 看这个架势呢 最多是一个 稍微偷一点点 屏幕左边现在这个带角的位置 直接滴杆向后了 怎么能穿越过去 9号 15号 没问题 看来这支新球杆用的还是不错 比较适应 而且镜头给到它那个球杆的 就是皮头的直径 可能比它之前那一看稍微的 粗一些 第四局 刘闯胜 一分三比一 开球青台 谢谢大家 第五局 追蹤开球 两个人到现在 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进攻失误 都是在清台 清台 清台 但是后面应该还是可以衔接 但是这角度要衔接起来的话 如果说为了角度 就是他先量这个位置 打7 但是7号就有准度的压力 当然了把牌就调到那个位置 角度大一点上去 哪怕单叫三左是左边中带 如果有的话 连K可叫可K就好一点 对 甚至于横向的打 现在这个角度很尴尬 拼应该是值得的 好球闻啊 漂亮 很久没这么抛弃了 让知道 好球 给它分开来念 好球闻 我印象里咱们以前聊过一些 是吧 比如说曾经有些 那是其他省份的还是哪里的 在学北京话 是吧 对 学这儿话音 好球儿 漂亮儿 对 打台球儿 还有这个什么 就是6点50分 6点50分 对 之前我们学这普通话的时候呢 老师跟我们讲一个特别逗的段子 那这也是真的啊 就是在这个港台那边 你要说这儿话音的话 他们刚开始接受不了 嗯 他们很容易把这儿话音放在前面 比如说爷们 爷们他怎么说 爷们 爷儿们 爷儿们 他们会把这儿话音放在第一个呢 放前面 对 特有意思啊 还挺厉害的 我觉得语言天赋也蛮好了 但人家说我这个就是发音最标准的 真的是每一个字都是按照字典的发音的 是人这个 宝岛那边的新闻主播 是吧 对 每一个字都是咬文嚼字 哦 泽评的发音都最标准 但是说听他们说很累啊 我终于明白乐 就是为什么 就这种感觉啊 啊 但是很正 很正 对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就是其他国家的那种那种 那种 播音方式 比如说北朝铅或者怎么样 不是那种方式 就是他咬字的那种 咬字的那种感觉 对很劲 就以前您听过那个侯宝林大师的那相声 嗯 你说 东四牌楼那个 啊 啊 啊 东四牌楼 你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哈哈哈 比如说一见面就全是爷 对吧 八招什么的 比分二比三 开球青台 第六局 流传开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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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队长比赛也是非常残酷 输了就被淘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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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ання 看到现在我们在比分下面 各有两杆乍青 可以说确实在南方比赛 江西修水这一边 基本上每天都在下雨 所以说北方球员这边来了之后 对于球台走速多少有些 有点吃亏不适应 接着到目前为止 本场比赛也是乍青次数 比较多的一场比赛 看着很流畅 两位球员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进攻活力 对了 而且尤其是猪龙这边 就是不讲理的青台要打起来之后 就像这位我老常说的那种 就是你科学无法解释 铁骨棒 对 准度高 常台经常让你意外的很惊讶 感觉不到他可能会进 但是就是进了 而且总有 我第一次看猪龙比赛 是在2015年北京站 当时还在炖鱼平台直播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郑女佛是最佳顶峰 放在猪龙这边 我说这小伙子是谁呀 居然这么霸道大门的 就边阔什么的 就直接长台就往里泄 擦球 十一是不太好叫十五号的 那不行 就下一个非常强的 左塞干法 去尝试叫十一 这干球如果你打十一叫十五的话 一定要也同样的用一点点的 干法在里面 比如说右塞在里面 然后才能吃两口 更方便的叫十五 纯粹的高干 很容易去轻轻带点 十五号下面的高边 就看你这熟悉那种打法 对 你是习惯于左塞 慢慢的反塞往那边走 还是右塞 十裤往下走两裤 叫另外一颗 那还十五来了 不行加长码 或者拿酒再调一眼都可以 它也是量了一下 猪龙也是职业生下当中 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师或者师傅 在很小的时候呢 出来打比赛 都是在这个战场上啊 不同就是不断地摸爬滚打 遇见 当然肯定也会遇见高人请教或者支点 他自己靠着自己强大的领悟能力 以及执行力 一步一步达到今天 这准度 把这准度给我 我就可以惩罢我们小区了 第六局 朱龙胜 准备 农夫山犬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七局 猪龙开球 好的 roasted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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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进攻失误 对 一直在上手 两个人都比较强 今晚状态 目前反正看是特别好 可能有个别球的这个到位率 不算说很细致 但是能打光 这根同样 五号往前推 总带角度向上 那么双方的最难度的就是六号球了 其实这根球 我觉得它往前再多推 三颗就都可以 留个又大点角度向上 推好了之后呢 可以先尝试 比如二七 然后这边六都可以去传 右边带口的四号球 周龙打球有那股气 有 有霸气 爱谁谁那种 来了 这根球 有把握 七号打进 六号一传 有霸气 感谢观看 直接滴杆或者右赛 高杆做两裤 或者直接滴杆登弹 还是滴杆 有气杆球力量稍显大 其实到开球线去到线上 是最合适当 刚横向的叫拔 右下角 这杆球给一些力 跑两裤都可以 对 就别太收 收了之后 这个角度就大了 那么能不能继续地转下去 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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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八句流传开球 感谢观看 现在猪龙 是利用自己的准度 把这个比分反超了一分 对 又到了流闯进攻 如果两个人都是持续这么好的进攻手感的话 那不得不说 重球将是两个人 关键 关键的比赛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我上手 基本上就秋风扫落叶了 对 大光 那么这个上手机会就在于冲球上 至少比赛进行到前八盘 比赛态势就是 10秒 没有回合 两码一错动 就结束了 我们看到 从架杆的手架往后一点点 一直到前面的童谷的位置 确实比以前的球杆粗很多 很明显 为了迎合咱们打中式台球 所以说 专门的去定制的这种球杆 所以我在这儿好多人也问 就是这个球杆的选择 还是那话 我觉得 如果您是打中式台球的话 我们国内的品牌是足够您使用 足够 如果您要是打斯诺库的话 可以尝试一些国外的品牌 对 就是说 国内的品牌其实也已经是不错了 只是大家可能买一个尽力安慰 有些球杆他会选择去国外买 但是您要打中式的话 国内球杆足够 肯定是您的首选 强烈低杆 这个球刚好也是带开了 这个球白球打进即可 不需要往左边走太多 基本上轻轻碰到了自然的一个动荡 白球 他敲一下后边轻轻停住 我觉得刘闯在拴牙伸展拿了冠军之后 整个人的比赛气质 气质是吧 发生了变化 质的变化 对吧 就吃产了 他好像一下就放下了一些东西 毕竟拿过冠军了 剩下我就是更高级别的冠军 更高级别的冠军以及更高级别的追求 观众请调一下手机 第八局 刘闯胜 比分4比4 开球清台 你'会认识吗 最后一分钟 第九局 猪龙开球 果然啊 前面的比赛 我印象里啊 这八杆最少七杆是清牌 是 没有回合 没有回合 没有纠缠 没有 又到了一个人上来了 反正你炸不好 我上来就接清 我炸好了我就炸清 嗯 两个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 降与良才啊 小霸王对东来泰士词 这个泰士词好像也是挺厉害的 嗯 其实啊 好多人就是简单说两句啊 是双减是吗 是的是双几 双几 他这个几呢是一边有阵 不是两边的 不是两边 不是两边小月盐 对 月盐在一边 双几 太史词以前是刘盘手下 刘瑶 刘瑶的手下 后来呢 为了制约这刘盘 因为当时东吴那边只是长沙一郡 后来呢 东吴在那个南方那边还有好多的这个诸侯 这个太史词以前是刘瑶手下 跟这个小霸王打了一个难解难分 小霸王那时候狂 孙色目中无人 结果碰见这小将 俩打了一难解他 从马上打到马下 又从马下又打到马上 后来呢 这个孙权 什么是孙权 孙策抢了这太史词的披风 孙策是孙权的哥是吧 对 然后呢 孙策就是小霸王 这太史词呢 夺了这孙策的头盔 俩人打了一个五五开 这么着 后来这太史词欣赏孙策 孙策也喜欢太史词 俩人最后 一节金蓝了 成一波了 差不多那意思 戴把子兄弟了 差不多 也是成为一个点化 小霸王大战东来太史词 军数这么一段 二 其实按道理来讲 东吴功夫最高的 就是太史词 但是太史词没办法 41岁就英年早逝 就是太史词 又是价格啊 出现小问题了 直接是没有什么好进攻的球了 而且 想要 直接去停到八号球后面啊 白球离得十号又太近了 特别容易连击 啊 犯规了 这是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个 对 所具有的啊 犯规就是犯规了 犯规就告诉你们 是很诚实的 对 没错啊 就我可以输掉一百盘的比赛 但是我不能输人 对 我不能输一次 这种 做人或者说成事吧 对 常说啊 输球不输人 从这个画面啊 基本上打完六上去 上方的 四颗球打光 最后可以留四号下来 叫八号球 竹龙有可能是带着一个5比4的比分 进入到地就暂停了 这干六可以奔成去三去调啊 而且我感觉这个五号球右边中带都有 嗯 有十一都没挡住啊 选择还比较多啊 或者说够直地干拉回来 继续叫底带了 二号 五号 高杆正常啊 它顶不下来 再打七 叫五 五叫四 四叫八 五叫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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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刘闯在上一盘的联机 不要对他的情绪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应该不会 确实那个球他打之前 他就觉得可能有一些风险 所以他侧向去瞄了一下 然后还出肝的时候 送肝送太长了 送肝送太长 谢谢大家 看看能不能再有一个超强的准度 然后还能进攻 让裁判擦球应该是打11了 对 要轻推了 很明显 然后叫了个延时 稳定一下 应该就不需要很大的力 对 关键是要包紧 然后还要留角度 还是厚了 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全做完了 包括擦球 较延时 然后就擦最后一下 留给刘闯的这个难度其实也不小 左边下方和右边上方的两颗 难度球 有机会先叫一个 因为5号球肯定是更好的 然后上面再叫一个单独的6 然后利用6号的一个 右边上方的底带去协调左边中带2号球 再或者看看中间 他发力过来K 先来带一杆 好球 好球 那这样的话难度又下了 一颗5号 因为之前这种球 看这个之前的谢昭辉教练 曾经在一个讲解当中 打过这样的球 就是说你看似没有角度 但是你发力低杆之后 先弹裤 类似于低杆细裤的感觉 过来带开变故球 而且你还可以用一些 左赛右赛 去调整这个出来的角度 在张尔导的 就是在咱们这台球线有料里边的教学当中 也是讲过 大家可以看一看 因为我对于这种教学视频来讲 我看完之后 我会发现 他会启发你 可能你会打 但是你不知道打完之后 这个线路是什么样 你看完人家教练这边 打完之后 以前你就是很懵懂 对 或者说没有这个概念 有大概齐的方向 或者就是没有 那么有这种比较清楚的 条理很清晰的这种教学视频告诉你 你就会知道 原来是这样 就可以打出这个效果来 这刚才来看看 轰散 角度是向下的 如果向下角度比较大 可以高杆从下面弹底裤 直接上来 先叫一杆五号 最难的一杆球 这个力量 但是白球位置是相当好的 一点点 一点点像屏幕左边的角度 没有把握轻推 先包下 然后再推七号球去叫八 有把握都可以发一点点力量 这个位置可以叫同带 只要弹一枯起来 不要碰到十五号球 基本上弹回来 八号球也可以打左边下方底带 第十局刘长盛 一分五比五 谢谢大家 第十一局 猪笼开球 上来 要不要拼一个 右上角的一个薄球 做防守 做防守合理 因为你拼不一定会进 而且拼完了之后 下方的这球 你也不一定会走到位 做防守更合理 回过来 再看看流闯 也有可能 比如抬高杆尾 打十五号 然后低杆 也往回放 留一个七号球给你 上方的球越打越少 对 全打在下面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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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中带推进 左边还有15号球可以进攻 但是这盘里边还是要尽量留一个右边9号向下的这种角度 然后横向的 比如说在8号球稍微靠右一点点的位置 去带一下14 延时 关键的一个按开球 还是尽量的去K到14号球的上边的薄边 对 有效果 而且还相当好 清大局面又形成了 中帝单啊 点住 有效尽量的 第十一局 流场胜 比分6-5 第十一局 流场胜 比分6 第十二局 流场胜 比分6 第十一局 流场胜 比分6 第十一局 流场胜 比分6 回头 流场胜 比分6 第十一局 流场胜 比分6 这杆球 白球弹起的过多了 往下走一点 就说这球不弹起那么多 角度可能更合适 看边库去顶一下 看这个要不要杆法调一下 那重新再组织 大角度 强行进攻 有机会横瞎那顶三 漂亮漂亮漂亮 帅啊能力强 没话说 你说什么 没话说 你就是说 说什么呢 别拿我当人 只能去 觉得这球打得帅 确实好 执行能力确实强 如果有信心 这盘流闯清台 咱先看这球 为什么说流闯这盘清台 它刚才我说没话说的原因是 它的花色球选 有两颗中间相连的球 而且单色球的局面 你一旦在清台过程当中 出现失误 对手接管的是最简单的球局 所以说流场这个 每一杆都是打得非常有压力的 能做得这么好 没话说 第十二局 流闯胜 比分7比5 开球 清台 第十三局 竹笼开球 最后达长 竹笼开球 竹笼开球 分5 竹笼开球 唷 战 竹笼开球 ат桥笼开球 双 东 天 后达 感谢观看 这一两分也是因为猪龙这边出现一些防守上的漏洞 或者说刘闯自己也抓了一些机会 领先两分 就是说猪龙的战术 以及打法是没有任何纰漏的 对 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 等于是对手 完全是靠个人能力 我已经让我的中场后卫 把塞罗梅西 看的已经是狠死了 但是他这就是过年 个人突破 中场代球连过五人下去了 张尔老喜欢看足球吗 还行 偶尔会看一看 你说 您最喜欢的球星是谁 球星 有吗 有 球星啊 最喜欢的 这比较喜欢的 就是谁踢的好的 我只能说有印象的 就是列举几个吧 不一定是一个 什么马特乌斯 舍武琴科 阿苏 对 乐坛梅西 对 那您都是喜欢德路的 苏小元 对 苏小元 还有什么荷兰三千克 李杰卡尔德 范巴斯腾 古里德 对 古里特 然后你看意大利 那个马尔蒂尼吧 应该是 防守的队长 那也是确实有数 张尔导 行去呀 什么都 什么都难不倒 学问猫 什么都知道 您 没说错 开玩笑啊 以前也会看一些 但是 完全就是上学的时候 跟大家一块看 对吧 毕竟 那时候也没什么 特别的好的东西 要不然你就看体育节目 要不然就看 那个时候女派 然后就乒乓球 真是 关键八号 对 关键球 十秒 打薄了一点点 这算上 可以算是第一个 第一个 主动的 主动食物 而且是自己 较到位的 我们经常说 这个主动食物 被动食物 那被动食物 就是很简单了 对手给你留的 白球很难 或者是 对手做的防守 特别到位 然后你没办法 能够成功打进 主动食物 就是你 自己较到位了 没打进 而且从前面 他的准备动作 过于的繁琐 他 心里还是有点杂念 我觉得 他想的 有一点点多 关键球了 我要稳一稳 这是最简单的想法 而且对手的这个发挥 就给他压力了 是的 刘长真一干 也是完成了 自己球局的突破 直接过来 这儿不好 太多了 左边的这个黄衣位置 肯定是最后 叫我觉得最合适的 我当时给他 想的也是这么想 我说先上去 然后 7 再做1 但柔场可能有 自己的想法 这一看就是借力 但不是说不能借 正常以他准度 最后叫一个黄衣 往里一推 8就带口就可以了 静电 静电 第13局 猪龙胜 1分6比7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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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d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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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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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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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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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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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感谢观看 十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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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感性 感恩 没有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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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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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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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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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竹龙也是在想 我要不要把这个七 放在前面去处理 不然的话 其实现在很好打 就六五三 然后低竿过来 叫一 叫七这边 但是一上来就没调好 而且下面还留了个单独的五 再来三叫五 继续留向上的角度 关键一杆七号 就跟黑八是一样的 这杆球一定要留角度 还行 没有把握这个球 最好就是走两阔 进了一向左边中带下方去降 右塞高杆 可以稍稍带多一点点 然后高杆的高和低 上面调整一点点 中高杆右塞 左两阔弹起 它对阔面更远 走一阔是奔着阔面那个位置去 是的 关键就是这杆球 它没太敢发力 它可能也是怕弹两裤之后 坐上什么课 对 稳了一个二 这七号就是八号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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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都看得下来 太多了 这 Про育物 再次结束 比赛继续 第十九局 出房开球 最后平抢四了 对 那么 这平抢四里边 二位又是有几个乍星 很关键 一上来 如果可以有一个非常准的 十四号球左边中带高杆推下 或者六号球右边中带推下 都可能就直接一杆 打开这个局面了 毕竟 大部分的球在球台中央附近 基本上在上方的底带 和两侧中带选择比较多 而且这些球还比较 就是说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制约 比如说你选了单侧球 里边就四号球和五号球 这样的两个位置需要一个调整 而你选花球的话 就更好打 尤其在左边中带的位置 漂亮 六号球 现在如果有把握 就打三 然后就要五号 不然的话就打五 从左边有机会可以顶下十四 然后打三再向上 有时候 对 就不得 bon 对 嗯 对 如果 丙到黄衣 还在看这个线 就是在感觉和去量 中带打进之后 利用高官向下 顶对方花球 去尝试叫四二球右边的中带 而且是必须要顶得稍稍正一点 用力量给到十二号 白球停在那里 才可以 好球 继续 四号再来调 看看白球 还可以 加干 可以打 这个角度 一定要注意 有一点就是十号球 从上边还是下面过来 上面过来肯定是较八容易较特别好 但千万不要撞到十号 而且角度大 从十号 如果从十号上面走 需要带一点反塞 从下面走 是很开阔的选择 安全线路 但是肯定白球跟八号球 距离是远的 下路相逢 勇者胜 勇者相逢 智者胜 比分十比九 开球见谈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你跟她们一起打 当然 我们的 对 那 不是 我 是的 第20局 流场开球 开球施机 流场这边开球 关键一局 流场这边开球施机了 其实今天猪龙的大力冲球还是效果不错的 对 看那要不要改变一下 冲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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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局 流场开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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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啊 有一点小 因为毕竟你要打完之后叫武 从武对面还是从上往下 所以说你一旦推过来就变成又往上的球 能够打后点是最好的啊 力量控制的还是不错 关键一看交位 你看两边啊 你右边的话就是这个线路很单一 九八缝隙 左边可能就是一个大的范围 比如说从左边中带往下的范围 基本上七红三都是右边底带没有问题 靠低干啊 对 还是往左走 这个方向很开阔的 只是这个白球力量稍稍有点轻 或者说低干再稍稍来一点干吧 往低一点或者往左一点也行 左在低干这个球就直接往屏幕的下方走了 很直啊 低干还需要往回退一点点 那么好 这干黑八可以叫左边底带 也可以叫右边的 对 也可以叫右边中带 就是说你选择用赛还是不用赛 肯定是左边的带口更好打 但是啊 你要用干法 很强的左在 轻轻打 不强球了 右边中带 这个角度对它来说肯定是正常没问题的 第二时局珠龙胜比分十一比九开球青台 好 好 感谢观看 第二十一局 猪笼开车 今天这大力开球 猪笼在关键时刻 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上一盘是刘闯开球 吃鸡 然后他开 其实这一分来回是很重要的 如果刘闯拿下来试比试平 但是这边猪笼赢了 十一比九 现在又是大力杀又进球 再一盘再拿下 先到赛点 后面的开球的压力 全部给在刘闯身上了 十秒 还是单做十一号 对 别开 较职有把握轻推都没关系 有十五号 对吧 还有九都可以 但是他这盘球 他是绝对有想法 想从七号球这边去抖一下 以他的一个打法跟性格 你都是从下往上抖 这么抖 对 特别容易出问题 最好还是找机会调一个细位 还是要抖 直接变成了 后面没得打了 而且八号球 你看到现在 本来黄衣离得很远 现在又贴过去 直接有可能的一杆青苔 现在 也许要变成一个中盘了 单做多好 单做是合理的 只是当时在厂上 可能猪龙也是 自己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经常说的 这个职业球员 有可能会 有第一个念头出来之后 就不太好改了 还好是上面的带口球比较多 也就是流闯 如何能够通过一杆 把这两个带口球全部 有一颗九号可以帮进最好 然后另外一颗破坏掉 没有的话 一上手就要做非常严密的防守 不能让对方看着上方的两颗 任一颗带口球 算有效果 最起码 猪龙你上来 你不打11号球 上去先把15 14 10号打完 下来用路边的11去上去做 与黄衣相贴的8号球是相当难的 11号球 猪龙也自己知道 所以上来还是先打11号 能打进最好 不禁停带口挡你球 没有停到带口中央 这样的话红3也有机会可以去接力 谢谢大家 这感觉打得太保守了 没有说敢用一些干法和力量 再破坏 比如说五号往左边打 白球呢往右上方 把十五号球挤走 或者是五号球往右上方 白球往左上方 把十号球 五号球把十五号球撞走 两头线 有这感不好 等于说主动的帮对手 把十号球撞到了外口附近 十秒 有机会 可以去K 用一个左菜高竿 打十四 下来 顶到八 或者轻轻撬到黄安仪的右半边 都是可以的 看这个架势好像直接要叫位啊 好 那上方最后肯定是要用十五号球去 单独叫黑把铜带了 尽量的这杆球 十一往上叫十五 要过开球线 叫的稍微近一点 留一些像平方左边的角度 然后打十五 同时的利用低杆 利用一些左赛 十五黑把 叫同一个右上角底带 对 那这球干法不能太低啊 对 太低把拔就打横了 你的左赛要多 基本上是好选转走的 也就是说你的低杆不需要很低 漂亮 一百分 在训练场 在职业赛场 以球员反馈 制定盈克标准 也好球感 专注黑把 赢家选择 第二十二局流传开球 第二十二局流传开球 一百分钟 给大家看 再摆 十秒 延时 上来也是先跳了一个 但是没有劲 现在也是 有机会上手 而且是落后三分 最好能够抓到机会 把这一盘能够扳回一分 你自己也摆一摆手 对这个角度还是不太满意 整盘球里边 我们从画面能看到 花测球基本上 如果能较到位 单独打都是没问题的 13又下脚 11号又下脚 9号又下脚 只是他下半台 花测球的附近 是有对方的一些球 或者8号球 有可能会有一些 线路上的志愿 这个就很关键了 白球你行进线路 不是很开放的 很单一 这个又是一个向上的高杆角度 确实不算好 而且你的10号球 左边中带 如果叫出来 会变成向上的角度 并且如果你现在拿15 叫13 打完之后横向撞5 5号向屏幕左边走 也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 看能不能调到这个10号的右侧 没打动 叫到这 不合适 最多是双下或者帮进6了 进攻是有可能要中止 帮进 而且这个位置 2号球还有接力 或者单下 也不算是一个 很安全的球 毕竟是 7-5 也有可能打左下角 甚至于说 这一盘 最后能完成一个 利用5-7 把左边8号球 这边解决开 完成青台 10秒 5-4-3-2 我再想猪龙是没有岩石了吗 刚才在这个上手之后还闲听信步的准备在看呢 裁判一说10秒 马上就赶紧转过来 对 仓促打立竿 10秒 再来勾 红杀没勾到黑8 自由球 绝佳的机会 绝佳的机会 最好能带下 不要碰湿 好球 做一个安心 11号杯 没想上的角度 对 推上去之后 能走得近一点 最好 就是说你中带 如果你实在没把握 你叫一个向上的底带 都没关系 角度稍显大 但是正常来说 如果你有把握打进 其实这个角度是合适的 这样的角度会非常省力 不需要发很大力量 只要你把低杆打得足够 白球就可以去 叫到右边中带上方 或者是 K到 都有可能 关键是看你现在 一个想法 他还是想带 对 还是想带 他可能觉得 我就算叫到了 万一推不进 对手上方 四黄一 就很有可能直接青台了 也是想把局面 变得更简单一点 放到这儿 我觉得猪龙 打五打跑 对 打五一个中高杆 或者定杆 往前走一点点 因为本身 四应该也是可以去做住的 最好能够白球贴齐 这样的话 解球线路会比较单一 看解球 看解球 好球碰到 看看底带 中带 有没有漏比较简单的进攻 好球 主要是五号球 中带够不够 这意思就是红三底带了 猪龙也是量了一下 我白球停在这 你包黑八 有没有可能会包得进 上手就是偏底带 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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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打四就是推下来行叫七 我觉得这两个球 看自己的想法了 那么七号看角度 方便叫五就叫 也就是说你有向右边角度 就往上蹬 甚至于说你第一端拉到这个中线附近 一起 然后再五 上去叫八都可以 我觉得今天猪龙在想法跟执行上都特别坚决 对 除了有一个从下往上 打左下往底带去勾 那个边空球 值得商区 对 前面有一盘 勾右边 其他的在这个想法执行上 还是不错 也秉承了他一贯的风格 角度合适 带一点点低竿 喜欢发力就蹬竿 游创这边握手了 蹬输了 对 那么也恭喜猪龙这边获得胜利 并且成功进入到比赛的32强 好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TV台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 稍后8点30分将进行第四阶段的抽签仪式 对 感谢张志导一天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阿苏的陪伴 也再次感谢咱们所有的观众一天的观看 咱们明天上午9点钟再见 明天再见各位